浪江雅治亞已經有30萬年歷史 因為違法這個月11日已經收起來 所以有一個拖款 刷去高雄開選青年雅治亞 旁邊的抗地亞繼續來敗打 另外一些拖款不刷 繼續在憲竅 警察和環保單位大動員 公調說一定的嚴格來結婚 希望你們可以貼樑來 我們要貼樑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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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雅治亞敗打的老闆 現場也要很多警察和親戚人員 但是看到有人敗打就隨意給人家掛照 老闆大家都很不願 在那邊拜打 拜二、三十年的老闆 很煩惱沒辦法賺錢 因為雅治亞路列條款到期 由這個月才好開始 不可以再出來敗打 但是又拜就是違法 老闆也算是說 政府進行都不太負責 資金加起來 我們真的是做不太負責 因為我們做不太負責 沒有人說今天大家不太負責 六港雅治亞收到 警方加強領違規 有一部分的老闆 堅持不走 不過也有人為了信我 換這個地方 行李繼續做 時間到準備出 這是高雄開選青年雅治亞邊的康地 本來六港雅治亞三百多元 有一半早來這裡 包括有名的 現在說跟炒豆腐 跟本來雅治亞比 最沒有在康地賣檔是合法的 加上第一次開 前三個月 不用做金的油費出來 交通方便 對面就是輕軌 然後所有的環境都很好 也不會造成髒的 你看馬上就辦好 那效率看有多好 新的六港雅治亞交通方便 還有免費的停車場 加上有句 六港雅治亞的檔子力氣 希望可以帶來上去 生理好還是不好 大家都等著看 記者綜合報道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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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